熊出墨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国产3D动画 在众多部系列动画中也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 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熊出墨中被遗忘的三个经典角色 第三位让熊大和熊二饶迷 第一位那雅那雅是在熊出墨大电影《熊出墨知奇幻空间》中登场的角色 她是生活在奇幻森林中的陆族少女 有着动物般灵活矫健的身躯 还有与森林万物交流的能力 为了守护金鹿角 那雅和光头墙等人与夺宝团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最终传说中的神兽金鹿出现 救下了所有的人和物 那雅的人气很高 但是自从这部电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 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在被逐渐遗忘 希望能在熊出墨之后的剧情中 再次见到那雅 你们希望吗 第二位胖游客在熊出墨知探险日记第一集中 出现了一位让人影响深刻的女游客 这位女游客胖胖的 但是十分的爱美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这个也可以理解 不过这位女游客一直在照镜子 臭美的有点过了 她是来大森林中度假的 而光头强势她的道路 从胖女游客的随身物品和话语中 我们不能看出 她其实是一个富婆 不差前儿 虽然只出现了短短的半戟 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她也就是一个龙炮角色而已 之后也被我们慢慢的遗忘了 第三位 翠花翠花是熊出墨中的为数不多的母雍 也是唯一让熊大和熊二神魂颠倒的角色 她出场在熊出墨之丛林总动员的第十七集 十分的霸气有范而翠花是马戏团里的一名杂技演员 记忆精湛力大无穷 在其中一集中 翠花凭借一己之力 就想了 被光头强诡计陷害的熊大和熊二 女汉子的形象深入人心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大家希望以上三位被遗忘的角色 重新加入到剧情中吗 那么留下你的建议或者意见吧 同时别忘了收藏转发和点赞哦 除片来源网络 做青山 主播剧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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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